越南偏僻地区究竟有多可怕 男子被拐后趁着黑夜偷偷跑出监牢 看守看到后却并不着急追赶 男子一路狂奔跑到公路旁的小店 然而不久 男子就血淋淋被拖了回去 幸运的是 与他一起被抓进来 还有当过特种兵的到齐 他轻车熟路地打开门锁 来到监牢外的窝点 趁着小弟们关窗的功夫取回了特质眼镜 很快和国内的队员取得了联络 他告诉队员们这里是个非法赌博软件的研发窝点 所有人都是被人以工作的名义被拐卖到这里开发软件 到齐决定先留在这里打探失踪冬在的消息 面对小弟们的质疑到齐显得胸有成主 小弟正想发火 但是当他们看向屏幕时 凭借队员发来的临时程序 到齐一跃成为诈骗团火中的红源 甚至有机会见到了领头大哥 而国内的队员也接收到了他传回来的照片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搜索 正在小弟们欣喜邀功之境 到齐的临时程序开始罢工 仗着自己高超的编程技术 到齐肆无忌惮地甩拨给小弟 声称他删了自己的重要怠慢 别乱小弟们要杀机紧后 准备砍下昨晚逃跑男人的一条桶 千军一发之际 到齐撞开了内容 到齐直接开始耍宝 说自己需要他们帮忙汇图 否则就不做了